耶利米书第三章 耶和华说 人若是休妻 妻子离开了他 又嫁了别人 前夫怎能与他复合呢 如果复合 那地不是大大玷污了吗 你曾与许多情人行营 还想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向光秃的山岗举目看看 哪里没有你的营姬 你坐在路旁等候情人 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 你淫乱和邪恶 把这地玷污了 所以甘霖停止 春雨不降 你还是一副妓女的面孔 不顾羞耻 你刚刚不是还呼叫我 我父啊 你是我年轻时的良伴 耶和华怎会永远怀怒 长存愤恨呢 你虽然这样说了 还是尽力去作恶 约西亚王在位的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 被盗的以色列所做的 他怎样走上个高山 在每颗繁茂的树下行营 你看见了没有 我以为他做了这些事以后 就必回转过来 可是他没有回转 他诡诈的妹妹尤大也看见了 因被盗的以色列犯了淫乱 我就给他修书 把他修了 我看见他诡诈的妹妹尤大 还是不惧怕 照样行营 因以色列把自己的营形 视作等弦 去与石头木头行营 就把这地玷污了 虽然这样 他诡诈的妹妹尤大 还没有全心归向我 只是假意地归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对我说 被盗的以色列 比诡诈的犹大 还显得正义 你去 把这些话向北方宣告说 被盗的以色列啊 回转吧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不向你们辩脸 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必不永远怀怒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罪孽 就是背逆了耶和华你的神 在每棵繁茂的树下 烂爱外族人的神 没有听从我的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被盗的人啊 回转吧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才是你们的主 我要每城娶一人 每族娶二人 把你们带到西安 我必把合我心意的牧人 赐给你们 他们要用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当那些日子 你们在这地繁殖增多的时候 人必不再提说 耶和华的约会 不把他放在心上 不思念他 不觉得缺少 也不再制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时 人必称耶路撒冷 为耶和华的宝座 万国要聚集到他那里 因耶和华民的缘故 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必不再随从 自己玩梗的恶心行事 在那些日子 有大家必与以色列家同行 他们必从北方之地 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的地方 我说 我带你像带儿女一样 赐给你加美之地 就是列国中最美好的产业 我以为你会称我为父 不再离去不跟从我了 以色列家 妻子怎样行奸诈 对丈夫不忠 你也照样以奸诈待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在光突的高纲听到人声 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的声音 因为他们改转了自己的道路 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 被道的人啊 回转吧 我必医治你们被道的病 看啊 我们来到你这里 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小山和大山上的宣扰 真是突然的 以色列的救恩 诚然在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从我们幼年以来 我们列祖劳苦得来的 他们的牛羊 他们的儿女 都给那可耻的偶像吞掉了 但愿我们躺卧在羞耻中 让惭愧遮盖着我们 因为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神 从我们幼年直到现在 我们和列祖都没有听从 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 他们就在乱有监竞地的行程 和保障意思 一段